《红楼梦》第三十四讲 宝玉问宝钗为什么不去看戏 宝钗说 我怕热 看了两出热得很 要走吗 可有不散 我少不得腿身上不好 就上这边来了 宝玉听说 自己游泊的脸上没意思 只好搭山笑着说 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 原来也体风雀热 宝钗听了这句话 不由得大怒 但要怎么样 又不好怎么样 回思了一会儿 脸红起来 冷笑了两声 火刀像杨贵妃 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 可以比作杨国忠的 二人正说着话 可巧 这个小丫头电儿 不见了自己那把扇子 就笑着跟宝钗要 姑娘 必是你藏了我的 好姑娘 赏我吧 宝钗借这个机会 指着电儿说 你要仔细 我和你玩过了 你在怀疑我 和你素质 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 你该跟他们要去 这句话 把电儿说跑了 黛玉可有心听见了 因为林黛玉听见宝玉 稀落宝钗 心里很得意 才要答言 也趁势取个笑 不想电儿 因为找扇子 宝钗就发出这两句话来 黛玉就改口笑着说 宝姐姐 你听了哪两出戏 宝钗 见到林黛玉 脸上的变化了 刚才有得意之态 那一定是听了宝玉 刚才 稀落之言 随了她的心愿 忽然间 她又问出这样的话来 宝钗 非常聪明 就笑着说 我看的是 李逵骂了宋江 后来又赔不是 宝玉就笑着说 姐姐 你通骨搏金 什么都知道 怎么这出去的名字 说了这么一串子 这叫 父经请罪 宝钗笑着说 哦 原来这叫做 父经请罪 你们通骨搏金 才知道父经请罪 我不知道什么是 父经请罪 宝玉跟黛玉 两个人心里都有病 听了这话 就把脸羞红了 因为 这些日子 正是畜属之时 当日早饭已过 各处的主仆人 都因为天长 都在休息 宝玉呢 每到一处 一处都鸦雀无闻 从贾母这儿出来 往西走 过了川堂 进了脚门 就来到王夫人上房 就见几个丫头 手里拿着针线 可却在打盹 王夫人在李家 凉榻上躺着 好像的意思呢 是睡着了 金串坐在旁边垂腿 也捏写着眼睛乱晃 宝玉轻轻地走到跟前 就把金串耳上带着 坠心一摘 金串睁眼一看 是宝玉 明嘴一笑 一摆手 让他出去 仍然合上了眼 宝玉见了金串 就有些恋恋不舍的 悄悄地探头瞧瞧 见王夫人合着眼 他就把自己身边 荷包里带的 香血润精丹 掏了出来 向金串口里一送 金串并不睁眼 只管琴了 宝玉上来拉着手 悄悄地笑着说 我明儿跟太太讨你 咱们再一出吧 金串不答 宝玉又说 不然 等太太醒了我就讨 金串睁开眼睛 将宝玉一推 笑着说 你忙什么 金簪子掉在井里头 有你的 只是有你的 连这句话 难道你也不明白 我倒告诉你 一个巧作 你往东小院里 去拿黄哥 跟彩云去 宝玉笑着说 凭他怎么样去吧 我只守着你 这时会儿 就见王夫人 翻身起来 罩着金串的脸上 啪 就是一个嘴巴子 指着金串骂 瞎做的小仓夫 好好的爷们 都叫你们交坏了 宝玉 见王夫人起来 就一溜烟地去了 金串被打得 半边连火热 一声不敢言语 种丫头 听见王夫人醒了 都忙进来 王夫人 便叫玉串 把你妈叫了 带出你姐姐去 金串听说 忙跪下了 哭着说 我再也不敢了 太太要打骂 只管发落 别叫我出去 就是天恩了 我跟她太太 十来年 这回子撵出去 我还见人 不见人 虽然金串苦求 王夫人 只是不肯收留 到底 换了金串的母亲 白老媳妇来 领了下去 这天 正是端午佳节 午间呢 王夫人 置了酒席 请薛家母女 来赏午 宝玉 见宝钗 淡淡的 也不和她说话 就知道是祖儿的缘故 林黛玉呢 见宝玉懒懒的 只当是她因为得罪了宝钗 心中不自在 形容也是懒懒的 迎春姐妹间 众人无意思 也都无意思了 因此 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 今日之宴 大家无幸散了 林黛玉倒不觉得 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 回到自己房中 长须短叹 偏生的 秦文上来换衣服 不妨又把扇子 湿了手 吊在了地上 将扇子骨跌折了 宝玉就叹了一口气 说 哎 蠢才啊蠢才 将来怎么样 明儿你自己当家立士 难道也是这么 顾前不顾后的 哼 秦文冷笑了一声 二爷近来气大得很 行动就给脸子瞧 前儿连新人都打了 就要来寻我们的不是 要替要打平野去 就是跌了扇子 也是平常的事 现实 连那么样的玻璃缸 玛瑙碗 不知弄害了多少 也没见个大气 这回子一把扇子 就这么着了 何苦来呢 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 再挑好的纸 好离好散的倒不好 宝玉听了这些话 气得浑身乱战 你呀 也不用忙 将来有散的日子 西人在那边 早已然听见了 忙过来跟宝玉说 好好的 又怎么了 一时我不来就有事故 秦文听了 冷笑着说 姐姐忌讳说就该早来 也省了爷生气 自古以来 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 我们也没服侍过 因为你服侍得好 昨儿才挨了窝心脚 我们不会服侍的 到明儿 还不知道是什么罪呢 西人听了这话 又是脑又是愧 但要说几句话 又见宝玉 已然气得黄了脸 扫不得自己 忍了性子 就推着秦文说 好妹妹 你出去逛逛 原是我们的不是 没想到 这个我们两个字 秦文听得非常清楚 秦文知道 我们就说的 他和宝玉了 当然 秦文就添了几分凑意 冷笑着几声说 我倒不知道 你们是谁 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 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 那事也瞒不过我去 哪儿就称得起我们来了 民工正道 连个姑娘还没争上去呢 也不过和我一样 哪儿就称得上是我们了 西人秀的脸 智障起来 想一想 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 这时候 宝玉在旁边说 你们气不分 我面儿偏抬举他 西人 忙拉了宝玉的手说 他一个糊涂人 你和他分成什么 况且 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 比这大的事 过去了多少 今儿是怎么了 晴文一扭头 我原是糊涂人 哪里配合我说话呢 习人听了就问 姑娘 你倒是跟我拌嘴呢 还是跟二爷拌嘴 要是心里挠我 你只和我说 犯不着当着二爷吵 要是挠二爷呢 不该这么吵得万人知道 我也不过是为了事 进来劝开了大家保住 姑娘到寻上我 的晦气 可又不像是挠我 又不像挠二爷 家枪带棒 终究是什么主意 我就不多说 让你说去 说着便往外走 宝玉就对晴文说 你也不用生气 我也猜着你的心事 你也大了 打发你出去好不好 晴文听见这话 不觉又伤起心来 含着眼泪说 为什么我出去 要嫌我 变着方的打发我出去 也不能够 宝玉说 哎 什么时候 我为这样的事 跟你吵闹过 一定是你要出去了 不如回太太 打发你去吧 说着站起来 往外就走 戏人 忙回身 把宝玉拦住 笑着说 你往哪去 我呀 回太太去 真没意思 二爷真 二爷真跟他去回 你也不怕害臊了 便是他认真的要去 爷正把这口气下去 等没事说会儿 回了太太也不迟 这回子急急的 当做一件正经事去回 岂不叫太太犯疑心吗 宝玉说 太太必不返疑 我指明说 是他闹着要去的 秦文哭着说 我多次晚闹着要出去了 饶生了气 还拿话压派我 只管去回 我一头碰死了 也不出这个门 宝玉说 这也齐了 你又不去 你又闹些什么 我经不起这吵 不如去得到干净 说着 一定要去回 西人见拦不住 只得跪下了 碧痕 秋文 摄月等众丫鬟 见吵闹 都鸭雀无闻的 在外头听消息 这一回子 听见西人跪下央求 便一起进来 全跪下了 宝玉 忙把西人扶起来 叹了一声 在床上坐下 叫众人启去 又对西人说 你叫我怎么才好 把这个心都使碎了 也没人知道 说着不觉 滴下泪来 西人见宝玉流泪 自己也就哭了 青文在旁边哭着 刚要说话 只见林黛玉进来 便出去了 黛玉笑着说 大姐下的 怎么好好的都哭起来 难道是为了 蒸粽子吃 脑了不成 宝玉和西人都笑了 黛玉说 二哥哥不告诉我 我问你就知道了 一面说 一面拍着西人的肩 好嫂子 毕竟是你们两个 半了嘴的 告诉妹妹 替你们何劝何劝 西人推着林黛玉说 林姑娘 你闹什么 我们一个丫头 姑娘只是浑说 黛玉却笑着说 你说你是丫头 我只当你拿嫂子带 宝玉说 你何苦来 替她招骂名 饶这么着 还有人说闲话 还搁得中 你来说她 西人笑着说 林姑娘 你不知道我的心事 除非一口气不来 死了倒也罢了 林黛玉笑着说 你死了 别人不知怎么样 我先要哭死了 黛玉刚刚走了 就有人说 薛大爷请 宝玉指的去了 原来是吃酒 也不能推辞 只好尽息而散 晚间回来 宝玉依然带了几分酒 亮呛来到自己的院中 这间院中 早把乘凉枕榻摄下 榻上有人睡着 宝玉呢 只当这个人是西人 就在榻檐上坐下了 用手推他 疼得好些了 这个人翻身起来说 好苦来又招我 宝玉看 原来不是西人 却是晴文 宝玉知道晴文的脾气 就试试将他一拉 把他拉到身旁坐下 笑着跟他说 今天早上的事 我倒要说说 你别说了 宝玉说 我非要说不可 那么宝玉要说什么呢 下回再说 多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